就是你让我女儿在狗窝里待了三天,对吧? 不,不是我,是我手下人自作主张的,不是我,放过我,求求你放了我,你要多少钱我都给,我都给你 把他丢到猪圈,好好招待他 好的,但我估计这种垃圾撑不住啊 无所谓 呵呵,明白了,交给我 不,不要,不要,不要啊 去你娘的 孝十三住手,不要再折磨周杰,住手 沈云轩救我,救我,我保证,不会让我爸报复的,我以后也不会再去找你们沈家的麻烦,我发誓,我发誓,救我,救我 你为这种祸色求情 孝十三,他爸是周正豪,钱将是首富,势力通天,你把周杰弄成这个样子,他爸不会善罢甘休的 周正豪吗,他来还好,我还怕他不来呢 第二日,天忆把高薇薇跟小小送到了北江市,并且安排入住了一家环境不错的酒店呢 妈妈,爸爸呢,妈妈,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小小,爸爸还要办点事情,过几天就能回来了 你骗人,爸爸肯定是去打那些坏人了 妈妈,爸爸会不会有事 小小想要爸爸,想要爸爸 天忆仰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强如他这个一直在战场中征战的铁蟹汉子,也差点流泪 此刻周家大院内,站满了人 从大门口一直到周家大厅,都有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站里 戒备极其的森严,气氛更是压抑无比 大厅内坐着几个周家的元老,随便一个都是前江市个行业的化石 此刻大厅主位上坐着一个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不怒自威的男人 他就是周家家主周正豪 大哥,我们赶紧点七人马把小杰救回来吧 不能真的等三天以后吧 打小杰的视频电话 文言周正龙脸色一喜,赶紧点头 直接拨通了周杰的视频电话 店主,周家人给周杰打视频电话来了,接吗 不是打给周杰的,是打给我的 接吧 我是周正豪,你就是站不出来的那个肖十三 不错,我是肖十三,有何指教 前江的这场雨下不了三天,而我也等不了三天 我给你十个小时的时间去叫人 十个小时后,我周家登门拜访 哼,前江的雨下不下得了三天我不清楚 三天是给你周家做准备的 既然你说十个小时,那十个小时后 我就在这等着你,顺便奉送一句,带好足够的棺材 大哥,北江那边的事情,天一已经开始去处理了 预计今天下午就能办好,那边最大的集团 北江集团已经全部买下来,已经是咱们蛋了 好,但记住一点,告诫天一,他所做的一切都要保密 千万不要让我妻子跟女儿知道 他们两个受了太多太多的苦 这次我要好好地补偿他们 是,店主,还有剑士,天神店四大天王也已经抵达了龙国 告诉他们四个,不要直接入场 分散在四方,阻止一些隐藏势力高手的进入 郑龙,即刻起,你马上集结周家所有的势力 这,大哥 武叔,你联系你认识的那些消息灵通的人 让他们帮忙查一查这个消失三到底是什么来历 是,家里主 那我们周家这次全员出动 是不是要飞而回来 他现在也有五星级别的实力了 算是顶级高手了 也可以 我们周家也好久没有在世人面前亮出咱们的爪牙了 连沈青天那个废物都觉得可以跟咱们掰一掰手腕了吗 那就让飞而回来吧 是,家主,我这就去安排 二叔,三叔,四叔 那个消失三的身手很强 此人应该是站不出身 而且身边也有几个高手 三位叔叔可有把握吗 家主,我们也看过监控了 那个消失三的手下很强 战力大概能跟我相差不多 不过家主放心 我已经联系了我以前的两位朋友 他们正在从天海赶来的路上 两人都是五星级别的高手 只要对方不是战神级别 那么他们就可以击杀 当然,这得加钱 而你知道的,那个消失三不可能是龙国战部的战神 龙国九大战部 这么多年来,战神也累积了数十位 但绝对没有消失三这号人物 二叔有星了 其实就算是二叔你不求外援也没事的 二叔是不是忘了我了 正好,你突破到五星级别了 还没有,五星高手啊 那可是再进一步就是战神级别了 这年代战神不出山 五星横行天下 可不是那么好达到的 即便是我隐忍了十多年也没有 但是也快了 我感觉再有个一年半载 我就可以突破那个层级了 我本想着等到我突破后 我们周家再办一次大事 但现在也无所谓了 那个消失三既然要找死 那就成全他好了